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嫌弃大哥主动让出好机会获得颇多好评 苏友鹏也表示不想只突出自己 充分为团队考虑 而新的排名出炉 苏友鹏获得个人喜爱度第一 然而新的战争也即将打响 二宫即将来到 但这四期看下来一共组了两次队 从中不难看出背景咔人物扎堆 哪些人是炮灰也很明显 抱团现象严重 会蹭也是本事 毕竟斩棘二这个节目的性质属于偏竞技类的 但大家也都明白 在这种环境里考验的还是情商 尤其是在选队友这个环节 更能看出谁是被大家重视的 先说有三个组合 算是铜墙铁壁 感情上坚不可摧 表现最明显的就是郑军 信 马迪以及好云这个队伍 除了信这个人都属于金川的范畴 而且也是那种才子一类的 平时关系应该都是不错 至于信呢 郑军自己表示 当年年少轻狂谁都看不上 但信的高音算是他比较佩服的 也就是对他的能力也比较认可 这四个人就没有换过组 就算二宫打乱人次 对他们也毫无影响 说白了 也是这组的抱团现象太严重 平时也不怎么练习 就是靠着吃老本 在一宫舞台上唱忽然之间 除了郑军学了新乐器 其他三个人唱歌简直是毫无压力 根本用不着学 接下来 他们也没有搞唱跳的意思 完全是躺平 要是别人早就着急了 不过他们有背景也没在怕的 第二组是不喜欢拆队的潘伟博这边 组里有杨长青 张震月以及吴克群 摆明了是rapper组 完全容纳不了新人 一宫组队的时候 苏有鹏过去询问结果 惨遭拒绝 他们这样的组合几乎是无敌的状态了 初五台一宫都是第一 也幸亏到了二宫加了新规则 让这组拆成两两一组进行扩充 但到了后面 又两组变联盟 可开玩笑一样 面临同样情况的是上一季各个组 陈孝春 张云龙 张志林 以及李承轩这四个人 经验丰富 而且有人气基础 重点是 他们能答应回来 就不可能中途被刷下去 组到一块也是成了扎堆 还有像是吴卓义 林峰 人科他们的镜头真不少 关于他们之间的爱恨纠葛 也被剪辑时重点关照 因为节目组太懂观众想要的是什么 这三个人虽然没有一直都在一组里 但总是有特别密切的联系 不过也有的哥哥 到了节目组里属于节目组比较力捧的 比较显眼的就是王大陆 他和芒果的合作比较深 好多综艺节目里都能看到他的身影 王大陆这回在节目里就是一个字 蹭 一公捡到了苏友鹏人气大咖 连带着王大陆都沾了光 二公组队因为张振月的邀请 直接舍弃了上一次的大哥苏友鹏 不过这两次 他都是跟着同样有人气的哥哥玩 也是审时夺势的一把好手 咖位话题度不够 镜头少得可怜 但是也有的哥哥和上面的呈现出两极反转 他们来这个节目虽然露脸了 但远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 体现最明显的就是一公被淘汰的 温赵伦和方一伦了 这两个人的共同特点就是 咖位和话题度通通通不够 这确实是综艺节目最忌讳的 从《乘风破浪3》来说 虽然赵英子因为各种操作被大家诟病 但他真的黑红出圈 知名度比以前到了不止一点点 更是给节目组带来了不少的利益 可是温赵伦从开始就是走老大哥的路线 但选人的时候无人问津 最后带着三个不太起眼的哥哥一起组队 虽然唱得还算不错 最后也是人气垫底 方一伦一点存在感都没有 到要离开的时候 节目组才大发慈悲 给了他一个厉害的高音特写 终于让人发现了他的存在 虽然改变不了离开的现实 但之后他出演的《玉古瑶》播出后 会更有人气 算是没有白来一趟 此外表现更多的就是组队时候 总被落下的那几位了 刘凯威好像真的是社恐 他身上最大的话题 大家都心知肚明 别人选队友他就在旁边看着 而且也没有得到什么特别好的机会 第一次等到备选还有点慌 第二次知道一定不会被落下的时候 就直接摆烂了 镜头少得可怜 金汉出场的时候就直接亮出了底牌 表示出演古装剧太胖了 所以效果不好 古装丑男这热度出来 算是给了他一些热度 但他和其他大咖相比 就是微不足道了 唱跳方面也不是特别出彩 幸运的是 金汉从一开始就抱到了苏友鹏这个大腿 淘汰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但每次分组 金汉都没有被人看中过 次次都是待在角落里 静静等待着好大哥过来把他带走 这样喧闹的时候 不少观众甚至都没有注意过 朱家琪这位哥哥 除去舞台表演部分 他的镜头真的是一只手都数得过来 堪称炮灰中的战斗机 虽然说跟着杜德伟他不会尴尬 但每次连个正脸镜头都没有 说实话都不如淘汰来个催泪的好 看了四期可能都有人记不住他的脸 情况实在是不太乐观 其实年轻一点的哥哥到这个节目 就是为了混个脸熟 而年纪稍长的想的也是翻红 所以镜头数量还是非常重要的 像朱家琪金汉这种 虽然可能会流到成团业 但说实话 得到加成不是特别大 沦为节目组炮灰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 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